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火车上 今天做的绿皮火车呢 带大家一起来信赏一下 山东河泽的城市建设 以及荷兰山丘的城市建设 因为这两个城市啊 它是处于一个交界之处 所以说呢 对比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沿线经过的是山东河泽 河泽呢 也是中国的牡丹之都 高楼大厦 非常的震撼 视觉撑击效应特别强烈 目前河泽呢 它一共是下架了两个区 七个县 长州人口大概为870万人 全市总面积为 12239平方公里 河泽也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城市 它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西瓜之乡 芦蟲之乡 大蒜之乡 尤其是河泽的农业啊 特别的发达 其中刘和杨是强项 杨的养殖呢 它位居全国龙区第一 占据了全省的三分之一 杨刘位居全国第三位 河泽的历史也是特别的悠久啊 早在四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鲜明就在河泽世纪内 防眼深息 所以来河泽呢 探寻文化古迹 绝对是非常的有必要 河泽呢 河泽也是中国百强城市 中国特色美丽城市200强 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双鱼模范城市 我们透过沿线窗外的风景 就能明显感觉到 河泽做的城市非常的大气 虽然在众多二线城市当中 河泽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它这个城建 确实可以堪比比较好的二线城市了 河泽的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2021年呢 河泽松传总值大概为4000亿元 交通也是特别的便捷 历史上呢 河泽也是重新通往中原的交通要冲 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而且又地处山东省西南部 鲁苏与碗四省交界的地带 正是因为河泽特殊的地理位置 所以说才更加突出了河泽的重要性 虽然河泽它是整个山东省 最后一个建设的地级市 但是我们无法否定 从2000年至2010年这10年的时间 河泽的发展是特别的迅速 在整个山东省呢 绝对是一匹黑马 从全省的垫底到几松中流 而且又非常的低调 所以这样的城市呢 确实是让人刮目相看 现在呢 咱们就好好地欣赏一下 河泽的城市建设 尤其是看一看潮县 潮县这座城市也是特别的有名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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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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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